迎接創黨五週年 民眾黨今年黨慶8月3號 遺失高雄 首次橫跨濁水溪以南 毕竟高雄是2024選舉 六都得票率的最後一名 2026是這樣 政黨還是人才的競爭 所以當然最重要的事情 要找到適當的人 創黨即將滿五年 副主席一職始終懸缺 年初曾傳出黨內一度有規劃 不過民眾黨表示 沒特別討論 若黨代表有提案 保持開放態度 任何一個提案 有15個人 不連署的話 我們就可以送進來討論 個人是持一種開放的態度 話風一轉 柯文哲痛批 民進黨在立法院各種杯葛 甚至自己反對自己提案 更用假消息煽動人民上街 詢問賴清德 真的要讓國家空轉四年嗎 恐怕是賴清德總統 自己也是這樣主導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也要問賴清德總統 你知道 你真的希望在你的認知 整個台灣都這樣空轉 台南是那個叫示威的88槍 現在這是直接自人於死命的11槍 我想這個還是會引起全國人民的恐慌 賴清德對外放任民進黨團 癱瘓國會 對內也要下殺手 志文燦涉灘良度交保引發政壇嘩然 紛紛意測背後是賴清德出手整肅政敵 更傳出檢警下一波目標 鎖定民眾黨柯文哲 畢竟高宏安一案在7月24號即將一審宣判 我會想起那個四阿哥跟八阿哥你知道 還有那個習近平跟薄熙來 鄭文燦是過去傳聞就很多了 那你們7年前就已經在監聽了 怎麼7年後才才辦嘛 養案還是要改曹換代才可以辦 那至於我個人喔 我常常想說我沒有做什麼壞事我怕什麼 我還是相信公安沒有什麼犯例 自信喊沒在怕 但檢調押案7年 賴清德一上任 馬上查辦鄭文燦 寒蟬效應頓時在政壇發酵 恐怕柯文哲也得忌憚三分